上一次上帝是在耶稣的受孕和降生当中临在 因为他因圣灵的大人而受孕 现在三一上帝将在耶稣的受洗的 这一幅的画面当中临在 上一次上帝的临在激起了西律王的暴力的反抗 还记得吗 那么这一次呢 即使各位你是听福音的朋友 你还没有读完福音书 你还不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 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也已经可以预料到上帝的临在 将再一次的激起地上君王的反抗 而且讽刺的是现在这位君王也叫西律 施洗的那一位要先死在他的手中 他要被称为施洗的约翰 表明他是为施洗这件事情而死的 而在他的手中受洗的那一位 也要死在另一位这个地上最大的君王 这个地上最强大的帝国的手中 各位 这让我们再一次的想起上一次 更上一次 在旧约的时候 上一次有人想把上帝的百姓救出来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他遭遇到了世上最强大的君王 埃及法老的反对 当初法老是怎样反对摩西的 现在西律跟罗马也将怎样反对耶稣 而且到了今天 斯大林 毛泽东和习近平 也同样的将怎样的反对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然而上帝兴起了一位比摩西更大的 这是生命纪十八章十八节的预言和盼望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 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一切我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如果这一位就是预言当中要来到的那一位比摩西更大的 那么他将遭到的这个世界的反对也将是更大的 那么他来要做什么呢 他要做的事一定与摩西相似 但是又比摩西更大 那就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出埃及 那就是真正的和最后的出埃及 如果他是前所未有的那一位 那么他要做的事也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他所要遭遇到的抵挡也将是前所未有的 马太告诉我们来到约道河边的这一位耶稣 他就是你无法想象有笔子更大的那一位 他就是陈子昂所不知道的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乃者的那一位 摩西将以色列从奴役当中领了出来 现在耶稣要将一个新的以色列从他们的罪恶当中领出来 这是更大的事 因他是更大的那一位 这是唯独只有他才能够做成的事 因此他将要遇到的也是全世界的反对 这个反对也将前所未有 并且将一直持续一直充满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直到历史的尽头 请不吝点赞史上